传载是百家号作者,小西家的老西NBA季前赛,正在有条不稳的进行当中,今年的季前赛似乎不同往年,打出了常规赛甚至今后赛的节奏。 众所周知,由于詹姆斯的加盟,胡仁队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球队,虽然胡仁目前还无法加入冠军争夺的队伍当中,但却饱受期待,但凡是胡仁队的比赛,几乎常常爆满,球迷们更是一票拿球。 今天,胡仁队在斯塔普斯中心主场迎战国王队,整场比赛打得异常激烈,胡仁也终于迎来了季前赛的首次胜利。 本场比赛中,英格拉姆爆发出了惊人的能力,全场看下31分9个篮板,三次助攻败加三次抢断,表现十分强眼,可以说是警报全场。 本场比赛,龙多龙指导并未上场,胡仁派出先发阵容,英格拉姆,詹姆斯,库子玛,阿特和麦基,国王队这边先发阵容,福克斯,杰克逊,拉比西埃,希尔德和斯塔,首截比赛。 国王队在福克斯的高效进攻下一度大比分领先,另头五中看下13分,胡仁在防守上存在明显问题,国王利用反击达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,一度将逼分拉开到22比12领先胡仁10分。 胡仁替补阵容登场后防守有所改善,首截结束时将逼分,拉近至32比39。 暂时落后国王7分,次截比赛詹姆斯开始发力,展现了其领袖和联盟第一人的能力,一次次冲击篮下得手。 半场结束时反抽国王一分,将逼分赶起位肉,7比60肉,下半场比赛英格拉姆,结果进攻的大旗,率领胡仁中将同国王队,展开了激烈的拉制战。 但终归状态起伏不定,双方捏蓝博王,三节比赛结束国王96比95再次领先胡仁。 关键的第四节比赛中,胡仁库兹玛和英格拉姆发挥出色,双方打得十分激烈,难分伯仲,激烈程度一度给人一种季后赛的感觉。 最后关头,国王119比118暂时领先胡仁一分,此时英格拉姆再次站了出来,隔分后再次抢断成功将球打进。 有意思的是英格拉姆的抢断,当时龙多和詹姆斯都在替补席上,龙指导和詹姆斯展现了顽皮的一面,按人大声叫喊干扰国王队的发球。 龙多更是跳起了舞蹈,国王队显然定力不够,在胡仁替补席的干扰下发球失误,被英格拉姆抢断。 也正是这一球断送了国王的胜利,成为了扭转比赛局面的关键。 詹姆斯和龙多的顽皮,为胡仁带来了首胜,也让国王教练乔戈尔无奈之余又显得哭笑不得。 无论如何,胡仁终于取得了季前三首胜,虽然这场胜利来得颇为不易,但也足以让胡仁球迷们喜满意足。